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一个倒闭的一个饭店 然后这边是熊猫快餐 旁边就是一个四号公路 这是一个垃圾处理站 因为倒闭了所以现在没有垃圾处理 被一个流浪者占据了 这是沙发挡的 然后自己有跳板 比如调柱 然后自己整的有衣服 有衣服 还有这个 这是手机留下的 T恤 然后有这摩特 有这种沙发的靠垫 自己整了一个棚子 大家有棚子睡觉的地方 超现实了 因为佛州这边经常下雨 你看天阴得很重 经常有阵雨 它如果避不住阵雨 那边是有洞 有茅草 蜘蛲蜊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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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 会有这些问题 就是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 佛州是个旅游城市 但是这个 homeless 还是 无家可归者 还是比比皆是 都存在这个问题 特别是 像那个 往华盛顿 纽约去运 就是共和党执政 往那边运 就是像德州州长 佛州州长 都是共和党执政 然后往华盛顿特区 还有纽约去运 那个 无家可归的 德州运了 四千多 然后 佛州运了一千多 往华盛顿州 大巴车 把那个 无证的移民 都移到那个 纽约是放开脚步去欢迎 好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张康东在美国 佛州 给您带来报道 你看那边 就是无家可归 旁边还有个警察 好了 感谢观看